好的 这边来看一下微博对阵狼队的第四局下半场 那这边小绝神是被搬掉了红夫人帮帮黄衣 他选了一首小提琴家 这里求人者是拿出了一套相对来说能修能牵制的阵容 当然这套阵容 囚徒这个点就看能不能躲过第一波了 不过这个刷点 囚徒第一个人找到的就是他 这个看见了这个囚徒 但是这囚徒在跟你绕合 马拉松 小提琴家居然蛮烦这种马拉松的 这个马拉松你得码好久 绕各种绕 有没有机会加个速什么的 翻个板子加个速继续接着绕 这绕完 等到距离拉近能够放技能的时候 这个时间应该是差不多 闪现基本上还差个十几秒了 闪现就差十几秒了 不过也行嘛 闪现时间如果能够击倒这边的囚徒的话 对于小基金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这局只要人保平就可以了 第一个弦 这边贴边躲躲躲 两边薄叶薄叶薄叶 好这边技能结束 能打一个实体刀 后续如果再能追一个哎这边是包围下块板子 但这一刀还是要打上 打上以后这边翻个板子加个速往上走 技能可能补不中了 这个技能因为拉的有点远 直接翻下去再一个加速啊 往起点拉起点这边要开车 哇这这轮加速距离拉的好开 但是这边的这个弦应该是能够封住这个车位啊 不让这边的囚徒开车的 而且囚徒开局它是上来就被撞脸的 所以说没有机会去吸一手电 闪现过来一刀打 这个闪现交的好像没必要呀 这个闪现你拿一根弦封在这个点上面这囚徒敢开车吗 我觉得是不敢的 这个闪现留着后面提高一个容错率对不对 因为前锋就一波人以后有可能撞的就定的拉开 要是能够不过这边这闪现交的也行嘛 他如果真的就只是想要保平的话 这个闪现交的也没有问题啊 纯保平的话想闪现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里过来防守守木人已经是他悄悄的绕过去了 由于他是遁地的所以说不太看得清楚 这边是让守木人有个机会 哎一根鞋直接就下来一拉好这边是拉中了囚徒再来追 囚徒这边 刚才说错了是拉到了这个小提琴家 这边囚徒打一刀躺死角 前锋这边好像没有想保的意思啊 呃帮忙连了一手电机 连了一手电机前锋这边先修 然后下一轮可能就要来帮撞了啊 下一轮可能就要来帮撞了 守木人这边补前锋的机 然后因为这边是电机已经连上了 所以说这边守木人一个人是可以修开两台的 但是需要充足的一个时间啊 需要一个充足的时间 我刚又说错什么了是吧 呃这边因为今天的比赛时长拖的有点久了 已经将近12个小时了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口误什么的 哎这边躲一下技能 一根弦封你走位封你走位 拉拉中了救救下来打一刀打中的是前锋 那这个前锋要丧心病狂了 这个前锋上心病狂 所有的球全部交给你一个加速啊 回头过来还要来顶 再来拉加速球回身球断了 哎呀这边丧心病狂归丧心病狂 但是没有能成功 再装一手这个球图可能进的就拉 点位就拉的有点远了 条师这边过来补电机 两台电机差的时间不是特别的多啊 大概需要20秒左右的时间 20秒这边能不能到这个板子 一刀打倒地了 但是没有人能够摁头 电机能点开的 这边挂飞球图的那一瞬间 基本上电机就点开了 但是前锋就倒在了这椅子旁边 哎这边电机亮了 前锋是看得见的 小提琴家这边是个闪现 技能秒不掉你 我再留你也可以 闪现留你也可以 这边没有追前锋 为什么不注意这个前锋 追这前锋保平 它不行嘛 这里是想 这有底牌的 底牌是有 他可以切 但这里怎么说也是流前锋 前锋半血 一个技能可以 ator 什么情况 翻下来一个嘲香斯 God 天下吊产ker 给玲妹妹香水再回过来这块板子绕 那这里有闪现 留测教师平局 应该是有了 我这这一局这个条件是下来 真的有点恐怖啊 小提琴家这里小绝石 知道里面有人还在下面等着 你感谢 那最终是狼队啊 提前对吧 率先发力完成了一个胜局 哎这一局话打的 这一局打的确实嗯怎么说呢 对于穷者方来说 就是最不希望撞到监管者的角色 撞到了监管者上来撞脸 那也没什么太多办法